能打败麻辣烫的就只有麻辣瓣 那能打败麻辣瓣的呢 麻辣瓣我最喜欢的就是喜欢什么加什么 唯一的关键就是这个调料 芝麻酱一定要多加一点 洗油切成像我们这样的厚片 加点红茶和果糖一起煮开 把杯冰块打底 足散的果肉可是灵魂哦 宽粉上裹满了浓郁厚重的酱汁 一口接着一口完全停不下来 再来一杯喝得到鸵肉的柚子红茶 我可真的是一口都不想放过 你要不要也来一点 不知不觉已经到年底了 聚会也越来越多 今天教你每一道绝对难得出手的 快让你的男朋友写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沿着好的巴鲨鱼 裹上炸衣 油温八成热就可以下锅了 炸至表面酥脆 两面金黄 听听这声音就知道多好吃了 淋上沙拉酱 没有骨头外酥里嫩 小孩饶人肯定都会很喜欢 快点学起来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这几天又耍到了一种 虾和鸡翅的新吃法 简单的给鸡翅去个骨 虾剁成虾泥 用表花袋挤到鸡翅的中间去 苹果片 蒜泥 还有灵魂可乐 再加入调好的料汁 腌制个30分钟入味 烤下180度烤20分钟 趁着这个时候来做一杯喝的 提前泡好的紫米先煮至粘稠 加入红糖倒入牛奶 糯糯的紫米加上香甜的牛奶 这一杯你可一定要试一试 鸡翅别急着吃 刷上蜂蜜 再复烤5分钟 瞧瞧这脉相像是会发光一样 一口一个完全不用担心会吃到骨头 嫩滑的鸡翅外衣包裹着Q弹的下滑 快做给压的人吃吧 有的时候忙碌了一整天 就想做点简单又好吃的 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剁椒荷包蛋 切点蒜末加点青红椒 运油滋一下 香气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 铺上煎好的荷包蛋 淋上调好的料汁 再用海苔和芝麻增加点香气 再鸡肠鹿鹿的往上 来下一口热腾腾的米饭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万万能想到土豆饼居然可以这么好吃 树上摘的土豆切厚厚的薄片 再上锅蒸熟 专心压成土豆泥 加护萝卜丁 火腿丁 葱花 一袋调好味道的煎饼粉 揉成面团 取一小块搓成饼 油热下锅煎 小火慢慢煎至两面金黄 哇 太香了 我又发现一个超解压的活动 包菠萝 牛肉6 猪肉4 做成肉馅 稍微加点盐入底味 一整盒洋葱 记得切碎一点 关键的地方来咯 对象吃不忘的吐司 加入牛奶搅拌搅拌 炒好的洋葱 拌好的吐司 加一点五香粉 一起抓进肉馅里 再打入一个鸡蛋 均匀地分成四份 我平时都会多做一点 用油纸垫一下 放进冰箱冷冻 想吃的时候 拿出来煎一煎就好了 切片菠萝和肉饼一起下锅 记得一定要煎到定型在方面 加入清水 盖上盖子蒙熟 先用这个肉饼做个汉堡 芝食片一定要趁热地翻上去 用余温把它软化 另一种吃法先做个酱汁 直接淋在牛肉饼上 剩下的菠萝也不能浪费 来个菠萝冷泡茶 这样做出来的汉堡和肉饼 真的是贼多汁 无论是配面包 或者直接吃都非常绝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很多人喜欢吃干锅土豆片 但却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吃 首先树上摘的土豆切厚厚的薄片 下锅煎至三面微黄 五花肉炒出油汁 放葱蒜青红椒 一勺豆瓣酱 翻炒出红油 再放土豆片 生抽 蚝油 葱段 大火翻炒均匀 最后撒点黑芝麻即可 我告诉你啊 以后想吃干锅土豆片 就像我这么制作 简单又下饭 树上摘的土豆切厚厚的薄片 再洗去淀粉 下锅煎至两面微焦 五花肉煸出油汁 下葱蒜青红椒 一勺调好味道的干锅酱 它还可以做干锅花菜干锅牛蛙 炒出辣香味后倒入土豆片和葱段 大火翻炒均匀 最后撒上白芝麻即可 以后想喝酸辣汤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 你只要会烧开水 就可以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 首先准备点胡萝卜木耳火腿切成丝 蒸蒸菇切成段 水开倒入所有的食材 再次烧开后倒入一包这种 根据比喻调制好的酸辣汤调料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然后淋入一个鸡蛋液 最后放点香菜搅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酸辣汤酸爽过瘾 连喝几碗都不够 很多人都喜欢吃手撕包菜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吃 首先逼里捡来的包菜对半切开 再用手撕成块 五花肉煸出油汁 下上片洋葱干辣椒 一勺调好味道的干锅酱 翻炒出辣香味 再放入包菜 大火翻炒入味 最后人在锅边淋入 才几层自己可出锅 一个优质的男朋友 怎么能不会做蘆蕙椒呢 我买了一个有半个人高的 库拉索蘆蕙 其他品种的蘆蕙不可以这样做哦 先把边上削掉 撕开它的外皮 底下的内层不好撕 我们用刀划开 切成小丁 绑进清水里洗去大黄素 这一步要多清洗几遍 倒入破壁机里打碎 这个时候一定要有耐心 让它慢慢的过滤 加入一点玫瑰醇乳 凝胶形成剂 还有抗菌剂 不停的搅拌20分钟 然后静置上两个小时 它就会变成这样冰晶透明的状态 倒进罐子里 用的时候记得在鹅鹅测试一下 会不会过敏 冰冰凉凉的 晒后修复特别好用 快做给你爱的人吧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烤豆花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生抽 紫囊 椒盐 还有辣椒面 我觉得夜晚的正确打开方式 你开电脑 我去做烧烤 150度 20分钟 大夜嘴长的时候来上一份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被刷屏了一整年的烤牛奶 终于还是给他做了 快来你的男朋友最好笔记 没有男朋友的 也要自己动手哦 需要的食材真的很简单 我都打在屏幕上了 最关键的一定要用小火 倒进模具里 放进冰箱 冷藏三小时 脱模的时候 可以先用刀子 敲下边边 刷上鸡蛋液 放进烤箱 180度 25分钟 表面有灯Q汤的奶皮 里面嫩滑 奶香明月 快走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给家人做了一堆题菜酸辣蛋花汤 一上桌就被抢光了 酸辣好喝 做法也很简单 首先水开关火 淋入两个鸡蛋液 这是鸡蛋嫩滑的关键 然后放一包这个调好味道的酸辣汤调料 其他调味都不用放了 有条件的放点葱花和蓬蒿 倒入几菜碗里即可 天热喝一碗别提多舒服了 哇 这汤太棒了 来吧方伯先尝尝汤 真的等不及了 哎呦我这个口水 哇 这个汤 尝尝点汤 哇 哇 哇 绝了 绝了绝了绝了 哎呀好香啊 太好吃 非常棒 哇 虾的吃法千千万 小景做了一大半 虾挑几只大的开杯取虾馅 剩下的打成泥 加入料酒 黑胡椒 蛋清 稍微腌制一下 虾泥和土豆泥 加入植树碎 拌在一起 揪起一坨 压成饼状 裹上一层淀粉 把颜值好的虾盖上去 稍微压压实 撒上葱花 锅里的油要多一点 烟尖便把油淋在虾的身上 前几天在评论区有人想喝草莓牛奶了 管管草莓又太单调了 再来点蓝莓 挤上奶油 打到像这样焦香酥脆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的虾肉特别的脆 土豆饼里还带有芝士的奶香 再沾上点自己喜欢的酱料 快做给鸭鸭的人吃吧